从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国家 来到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 各位好啊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要播报一个不幸的消息 就是普京 俄罗斯军队呢 他已经犯下战争罪跟人类灭绝罪 场无人道 灭绝人心 直到最近呢 乌克兰军队正在反攻嘛 他正在不断的收复失地 收复了一块失地名叫做布查 这个地方是在基辅这个首都的西北方一个城镇 俄罗斯侵略者呢 从这个地方撤退之后 乌克兰军队呢就是进入 然后乌克兰军队发现许多双手被绑 从后方被射杀的布查的平民 他的尸体呢 倒在大街上 这一条街呢 大概发现的尸体是超过20人 显然呢 俄罗斯军队在撤退之前 对城镇内的居民进行了系统性大规模 报复行刑式的屠杀 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 他的发现了一个万人坑 基辅的市长 他说呢 那个地方呢 发现了至少300具尸体 这些尸体当然有很多画面呢 很多照片我无法呈现了 无法跟大家看 因为这个的话 YouTube他会有暴力啊 不能够呈现太残酷了 基本上都是双手被绑 然后被枪枪杀 身穿的服装呢 都是平民服装 通过这个 我相信很快的话 美国这边就会对他进行强烈的制裁吧 肯定的 联合国大会肯定也要开 这已经是 奥战之后的大规模种族灭绝了 这完全属于 你对平民完全是一种 屠杀了 这普京 普京现在的话完全是罪犯 前几天 美国总统拜登 他不是说吗 普京是一个叫屠夫 他在波兰演讲 他就说 不能再让普京掌握权力 不能啊 普京你得走 这可是美国总统 在演讲中说的话 这不得了了 当然后来呢 后来白宫发言人又说 这个的话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他是属于总统的个人看法 但是他也是发出强烈的信号 这个是不得了了 另外 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认定什么 普京是战犯 包括美国政府都认定了 普京 普京是战犯 你现在要是跟普京握手 这属于什么 你属于跟一个战犯握手 战犯是要上法庭的 需要被审判了 就像奥战那些 纳粹 对日本军国主义者 甲级战犯 乙级战犯 是要被判刑了 现在普京他属于 美国不是说的嘛 他已经属于叫做 这个俄罗斯属于建民国家嘛 国际建民嘛 大家都不要买他的东西 他不允许使用美元嘛 他的制裁已经是超过了所有的 超过了朝鲜跟古巴了 他的这情况 俄罗斯呢 他之所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屠杀 对平民 首先呢 他刚开始打的时候 他就对乌克兰迪奥大臣子 哈尔科夫 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就炸了一百多个医院了 等到现在的马里乌坡 那个地方 在泥海的边上 那边还是亲俄的 就乌克兰有一个基辅啊 他临近一条河 那个河叫做顿河吧 还是什么河 那条河呢 分为乌克兰分为东西两边 东边是亲俄的 西边是亲西方 就反俄 在马里乌坡尔 我看了情况 俄罗斯呢 已经这个城市啊 90%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占领 这个城市 我估计很快的可能要失守 为什么呢 他俄罗斯对这个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大规模轰炸 就用大炮轰 用大炮轰 进行大规模轰炸 就是他整个就是已经灭绝人性了 他我原以为他会进行巷战 结果 这个普京真的是贵子手啊 真的是网八蛋 他跟你不玩相战 我原以为是叫狙击战 要在马里乌坡尔什么各种东西 他跟你不玩这个 直接大炮 排击炮 各种什么炸弹 轰随便轰 把这个城市基本已经 基本是毁灭了 所有的房屋基本被炸毁了 这城市原来有四五十万人 后来逃出去了 就是只剩下了大概有十万人 这十万人呢 这个城市被死 已经被害了 确认了五千人 我预计这个城市起码要有一万人被杀 就是被俄罗斯的炮火啊 因为俄军的话 他也改变战术 他不是之前 他一要一要攻城嘛 拿拿坦克啊 或者飞机攻城 人家有吃针 有标枪 他也不 他 他一进去坦克就跟废铁一样 是不是 所以他俄军呢 他现在整了另外一个路子 他拿大炮火箭炮 我不跟你进去离街处 我那么离个十几公里 我开始炮轰 就这个 他现在走这个路线 所以说普京已经犯下 产无人道的罪行 另外呢 欧克兰战线啊 现在也是比较紧张 我看到 澳大利亚开始支援步兵战车 德国也开始把那个东德的一些步兵战车 开始送给 欧克兰了 因为这个反攻 我们讲的是反攻啊 但他大部分是什么呢 俄军开始撤退 开始转移进攻方向 他不太不再进攻那个基辅 他掉头 主要打乌克兰东部 就乌东 那个地方 现在他 俄军如果继续采用产无人道 像那个 马里 马里坡 就马里乌坡 那个地方 火箭弹 大炮 轰 我看这么打的话 这个乌克兰现在也够强 所以说 现在乌克兰战争他属于胶着状态 属于两边互相拉扯 互相拉扯 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的说乌克兰已经胜了 已经赢了 或者说俄罗斯这边又赢了 五毛粉红是什么呢 都说俄罗斯赢了 俄罗斯没有赢 但乌克兰也没有赢 乌克兰现在也处于一种 叫做战争相持截乱 战争对于乌克兰人民已经是就是 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吧 这国家有1000万难民 跑了 人口一共4000万人 想象一下这个战争对于乌克兰意味着什么了 所以说 乌克兰的抗战真的是全民族全国人民一起抗战 我看到网上像收复失利吧 有好多乌克兰的大爷大妈 大妈送食物给士兵了 那真的是军民如雨水情了 因为人家都知道俄罗斯军队 普京你这帮我妈蛋真的是坏 你真的是坏 你不请自来 你跨越国境线侵略我们国家干嘛呢 就他相当于什么呢 俄罗斯普京他开始重点打这些乌东地区啊 亲俄的地区 他实际上是在正在塑造一种什么呢 新的乌克兰人 就新的反俄亲西方的一群人 原来假如说你是亲俄的 你在乌东 哎你看普京感觉也蛮好的 就是反正两边都腐败 两边都穷嘛 感觉普京也蛮好的 人家有核武器啊 什么强大啊 什么 而且我也讲俄语啊 怎么样 乌东 结果他一看 普京的军队都对我的家人 把我老婆孩子都给杀了 而炮轰把我家的房子都给炸了 就这一部分本来亲俄的乌克兰人 讲俄语的 很快就会反俄 所以说这一步棋如果走的话 普京是大错得错 普京这以后要把那个乌克兰彻底的推向西方了 普京这人也不知道他脑子怎么想 他原来说呢 反对北约东扩 反对北约 进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 然后呢 北约把武器把导弹布在乌克兰边境 反对对不对 结果这个仗一打导致什么 导致北约的军队 开始进入了东欧国家 因为原来大家知道 我跟大家讲可能许多人不知道 罗马尼亚 包括斯多文尼亚 这些国家 他加入北约 包括波兰波罗利海三国等等 他们许多国家呢 是没有大量的北约驻军的 他们只是加入了北约 北约象征性的驻了一点军队 但是并没有大规模驻军 结果这一回 俄罗斯一打 普京一打乌克兰 波罗利海三国害怕 波罗利海三国 那真的是害怕 立马北约要求 北约进行强烈的就是行动 美国将会有十万军人 进入东欧地区 就是东欧的北约国家 而且基本上 波罗利海三国都说 要求美国永久性驻军嘛 而且美国叫北约吧 把一些战斗机中队 也开始抵近 波罗利海三国 波兰 还有罗马尼亚 法国已经派阵风 那个战斗机 进入了罗马尼亚嘛 原来北约是觉得我比较敏感 西方国家觉得比较敏感 因为这毕竟是前 就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嘛 虽然你们已经加入北约 但是我不能把一些重骨器 把一些战斗机啊 什么烦恼系统啊 设在你那边 太敏感 现在的话 俄罗斯一打 人家这些东欧国家一看 哎呦 赶快美国大哥赶快来过来 赶快帮我 要不然呢 俄罗斯就来打我了 打完乌克兰又要打我 普京这个操作 反而促进了北约的军事装备 往东走 所以我不知道普京这人 他是脑子怎么长了 他已经是个战犯 他已经他要被审判 他不去莫斯科审判 也要去海牙法 海牙国际法庭审判 他这人基本没什么好下场 要么被政变了 要么就当皇帝当到最后 比如说当再当个十年二十年 还是要被推下台嘛 不得好死这人 所以大家呢 这场战争 现在乌克兰是属于胶着状态 乌克兰毕竟他的国力实力 还是偏向于弱小嘛 但是最终乌克兰会走向胜利 这是最终的 因为他的国际舆论 人家是站在正义一方面嘛 再加上美国英国阿拉利亚 不停的送武器给他 解决他好多后顾之忧 包括许多的民用产品 后勤补给 美国不停的送 不停的送 医药品等等 乌克兰肯定会挺过来 这个大家放心 我就说这么多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转发 OK 我就说这么多了 拜拜